2018年第18届亚加达亚运会已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,中国队已经排数30枚,19高居当手,总奖排数也已经达到60枚,并且与第二名的优势逐渐拉大,继续保持中国耀州体坛中的霸主地位。 日本队取得金牌12枚,一排17枚,铜牌17枚,赞列金牌榜第二名,第三名这是韩国队,供获得金牌7枚,银排12枚,铜牌14枚,东到驻印度尼西亚队赞列第三,供获得金牌5枚,银排2枚,铜牌5枚。 另外中国台北对共获得金牌3枚,银排2枚,铜牌4枚,银排4枚,银排第8位,中国澳门顿获得一枚金牌,中国香港顿获得一枚银排和7枚铜牌,中国从1982年第9届新德里亚运会起,一直位于金牌榜第一位,特别是在最近几届,中国队遥遥领先第二名,最终奠定齐亚洲体坛霸主地位。 在这边,最终奠定了,最终奠定了。